出發 除暴特勤隊敲碎玻璃門 進入長生地下室的賭博機房 特令嫌犯趴下不准動 還有嫌犯躲在廁所一樣 藍逃法眼被救了出來 沒有動 專案小組另外在台北市萬華一出大樓攻堅 查獲線上真人百家樂 具體監管及女賀官等 新事局接獲線報指出 有線上娛樂城以2024總統大選賭盤 作為博弈標的吸引賭客投注 新事局與苗栗警方共組專案小組進行追查 專案小組正入追查發現 主權刻意原來有網路賭博經驗之員工 藉以過大課員定提供高額混沌獎金 又指機房很遠透過臉書社群媒體 張貼選起賭盤訊息吸引賭客下注 此舉以嚴重影響選起結果的公平性 協犯另外招攬身材腳好的女子 穿著清涼擔任線上核觀直播百家樂 以線上對話等方式難課 該娛樂城亦提供線上核觀直播百家樂 賭博遊戲由面容表好之妙齡女子 以直播與賭客現場對話之方式難課 警方在現場查扣了38組電腦監視器 路由器 撲克牌賭桌 核觀名牌 及現金915萬元等張證物 並逮捕廖姓祖賢等26名犯嫌刀案 全案已經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及賭博罪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檢署偵辦 刑事局方面強調為了維護選舉公平性 將持續針對選舉賭盤等相關情資進行收證調查 遏止選舉賭盤歪封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記者張啟動